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他用力一跃挽救了一个生命 他们合力一来 抬升了人们的信心 今日说法 问你做出最美中国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2012年的第一期节目 回首2011年 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热度很高的关键词 这当中有一个词叫好人 2011年该不该做好事 能不能做好人 怎么去做好事 怎么做好事才能不被人冤枉 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 在2011年 我们今日说法 也记录了很多关于好人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先来回顾一下 那些让人感动的瞬间 2011年10月23日 山东龙口 雨中的公路上躺着一个人 此时 刁娜和她的丈夫正好开车路过此地 见到了这一情景 先打了120 要等120来的时候 或许她就会被两三次碾压了 于是刁娜和丈夫停下了车 走进了呼啸的车辆 遮挡着地上的伤者 提醒车辆疲乱 她的方向自行 也是西岳州之区 当时的想法就是下车 旁边有几个路人 跟他们一起帮忙 把她抬到路边上去 这时伤者身边还有四个人 刁娜和丈夫提 大家一起把伤者 抬到路边 以免发生车祸 这时候路上的车辆 慢慢多了起来 小轿车 大货车 摩托车 一辆辆的飞驰 刁娜和丈夫决定 站在山脚的旁边 指挥 让车辆上行 我们俩就是定牌站着嘛 我们俩就是来车 我们就是不这么误估 觉得老远 就是给她往边上 提示那车 往往边上靠靠 在一个她躺在地上 毕竟我们站着的话 那车可能也 能提前看见我们 考虑这个 跟交警一样 打手势 这车就来了 朝你来了 人就害怕 十几分钟过去了 十几辆车辛苦 路上的情况又急又闲 这时候天色更暗了 刁娜想到 车里有警示牌 可以放在伤者的前方 提示过往车辆 她让丈夫先去拿警示牌 刚跑了 也就是四五步吧 就听见后面 我得下去 一直喊 直接喊 我就一回头 严重地看这车一下 把它撞出去 意想不到的事情 请客电话 一辆小轿车 飞快地冲了过来 刁娜 尖叫一声 被撞了 在医院 刁娜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 做了骨折 内固顶手术 手术 耗费了四个小时 医生说 手术做得很成功 但接下来的时间 刁娜会非常痛苦 手术后的第一周 刁娜疼得受不了 每天都要服药之疼 看到她腿那样 她就哭 一直哭 我就抱着她 她说 哎呀坏了 她说 我这腿能不能节肢 她自己那样说 她说 肯定是残了 我就安慰她 我说没事 我说 都已经结婚了 我说 你就 我说 你就成植物人 我也不能把你扔了 我说 十天后 刁娜和被救者王媛媛 第一次在医院见面 但你还抱歉 不得了 我不要说了 刁娜也是想来看看你 这个 这一个好人就已经 很多人就已经 这么多人 你真是安心 换 你快 我说 好 你快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要 不要 这 娜娜 临出院的时候 刁娜把人们给她的捐款 留给了受伤的王媛媛 我这条腿 刚大的话 它还能恢复好 这人如果把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我觉得就它挺直的 2011年 数热中的杭州 脱离了父母视线的 两岁女孩妞妞 爬出了十楼窗台 床下在邻居的惊呼声中 吴居平甩掉高跟鞋 冲向孩子的下方 我想治一下 说不定我也能抱住吗 妞妞掉了下来 在这危险的瞬间 她落在了一个母亲的怀抱里 没想到还真抱住了我 是的 我就知道你很重 抓着一下就抓到我的手上 我直接就倒了 吴居平左臂粉碎性骨折 而妞妞也处在昏迷当中 两个小娃娃呀 正在打电话呀 喂喂喂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做 因为自己的孩子受一点点伤害 妈妈的心理就很心痛了 十天后妞妞就醒来了 她任吴居平做了干妈 自从2011年9月28日出院之后 妞妞每天都需要到医院 进行康复理疗 主要还是左手跟左脚的问题 其他各方面应该说 都是没问题的 都康复的恢复的非常好 如今妞妞经常要 要给干妈吴居平打电话 四夜的重庆街头 一个要轻生的17岁的女孩 已经翻身越过了天桥湖南 警官王靖带队出镜 他想争取时间寻找机会 但是王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还是突然出现了 女孩从六米多高的天桥上 飞落下来 在这一瞬间 王靖纵身跃起 将女孩揽入怀中 没有时间容易去考虑 最后要接是不是 肯定要接 王靖果断出手 两人毫发无伤 2011年秋季的南昌八亿广场 车祸中一个女子被押车下 生死在一线之间 这次毫不迟疑出手的 并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正等在路边 等着接活 等着雇主来挑选的 19位农民工 也只有19个这样的人 19双这样的手 才能抬起成都的轿车 抬起一二生的希望 别让他们喊 喊也想做台式来救你 就是好像感觉有希望 这样的事 不过是算小小的事 是吧 待下他救下人 是吧 就这样 一位最美的新娘 一位最美的妈妈 一位最美的交情 一群最美的农民工 在2011年的四个危急时刻 伸出了他们的手 挽救了生命 挽救了人民的信心 更彰显了这个社会的良知 他们是2011年的最美中国人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四个人 在2011年 他们挺身而出的瞬间 被定格在了2011年最温暖的记忆里 但与此同时 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事情 让人们产生了一些怀疑 以至于该不该做好人 这样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2011年被人们反复的议论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这样几个好人 他们的故事 可能更让我们深思 江苏如高 骑三轮车的老人翻车受伤 他一口咬定 是一辆大客车撞的 已经逃逸 于是警方来到了汽车客运站 试图寻找那辆大客车 你帮我查一个 10兆8的班车到南通的 在12点半左右 车牌号有9 91的你帮我查一下 看是哪一个班车发的车 有这班车 12点半准时发车的 从这里准时发车 在南通 车牌号是多少 是数F29171 是12点半 12点半 12点半可以发车 好的 谢谢你 警方马上联系了 大客车所属的单位 汽运公司 公司很快核查到 开车的司机叫殷红斌 但是他却说 他其实是好心救人 我们俩来撤回去就说了 我们以后我们是做好事的 把老人家在后面 把他包住 把他挪到 挪边站去 他说他当时是在救人 并有售票员为证 车子到近的地方的时候 就看到整个三轮车 就是压在他身上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们 家传说 我说师父 我们扣个边 帮他扶一下吧 殷红斌说 虽然他也听说过 有人因扶倒地的老人 而被诬陷 但是他觉得 救人是没错的 事情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果然 在双方各自一词之时 警方找到了证据 原来 殷红斌开的大客车 随车安装了监控记录仪 车前的录像证明 大客车到达时 老人已经到地 三轮车压在他身上 车内的录像则证明 殷师傅和同事停车下车 就是去救人 真相大白之后 老人的儿子 专程道了歉 2001年10月31日 下午三点 浙江苍南 一家餐厅的门口 服务员李小峰和陈小燕 看到一位老太太 倒在路上 她们立即拨打了 110和120 老人被送往医院后 抢救吴小死亡 死者的数十位家人 随后找到了小峰和小燕 指控他们 就是伤害老人的人 小峰小燕白口莫辩 直到三天以后 肇事的汽车司机自首 承认撞倒老人的是他 小峰和小燕 是在做好事 而死后 死者家属 并没有对小峰和小燕道谢 也没有道歉 一段录像 袭去了殷师傅的缘 肇事者投案自首 证明了小峰小燕的善 但如果没有录像 没有人自首 我们又能用什么 让好人不再为难呢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华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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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就是到底好人该不该做 怎么去做 为什么在2011年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我们说过去的这样一两年时间当中 有些做好事的人 可能受到了委屈 那么导致更多的人可能不想做了 对整个这种公众的情感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一些很恶劣的做法 与长久以来大家应当说已经普遍接受的一种传统 一种美德产生了冲突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突 一个自古以来就被我们接受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 为什么到了现在会有一些做法去伤害它 我们不得不看到实际上 就是很多人对经济的问题过于关注 对利益的问题过于关注 而相对而言 有些道德的问题受到了挑战 说句实话 就是对好人的诬陷背后 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你比如来说 围着您刚才说这个话 这个实际上 包括我们谈校园伤害事故 校园伤害事故原来就是这个孩子受伤了 可能大家马上想到去高学校 那么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时候 如果父母是职工 孩子受伤以后 可能这个父母单位有公费报销 这个治疗费用 现在没人负责了 那么没人负责一笔很大的治疗费用 谁来担负责任呢 那么家长可能想到 学校要担责 那么这里带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社会保障的问题 就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 我们加大我们社会保障的力度 使更多的人在受到包括意外伤害的时候 能够得到救助 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下 让做好事的人感到尴尬的是 我做完了好事以后 反而会被对方说你干的是坏事 会不会让很多人担心 我做好事以前我得先找个证人 或者我得先拿着摄像机 先把自己这过程拍下来 否则到时候说不清楚 实际上来说什么 做好人这一方并不需要主动去 去证 也就是另外一方 你说别人对你侵权了 给你造成了伤害了 你首先要举出充分的证据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总的来说 做好人还是有基本的法律制度保障 虽然很多人对于该不该做好人 怎么去做好人 这样的问题仍然在反复的议论着 但是在2011年仍然还有很多人 在危急时刻站了出来 龙小花是广东惠州368路公交车的一名售票员 现在他还记得2011年的10月30 那是个星期天 乘车外出的人比较多 上五十点 从车的前门和后门上来四名男子 他们四个在车上频繁地更换座位 还老往其他乘客身边及 看到这个情景 龙小花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几个人的身份 当我们买票的时候 再想想他们是小偷吗 当龙小花发现其中的一个小偷 把手伸向一位乘客的口袋时 他赶紧走了过去 那个小偷坐在边上 他挨着那位乘客 我就拍了 我说你买票买到哪里啊 他会把票拿出来吗 他就下不了手呢 小偷也是下不了手 小偷没能得手 车还在继续开着 可到了下一站 司机肖叔父刚打开车门 意外就发生了 到站里上下客开门了 他们一下子就轰过来了 轰过来一下子把我拖下去了 我都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拖下去就是打 就在这个时候 公交车上有一位乘客杨先生 用手机拍摄下了 龙小花被打的整个过程 打开打开 不要打了 旁边喊不要打的 正是拍摄者杨先生 从杨先生的视频中我们看到 司机肖师傅眼看着拦不住 打人的四个小伙子 就拿出了手机报警 这是四名胆子平的手 他们也看到我在打手机吗 当时 当时知道警察名要来 那肯定 这时从地上爬起来的龙小花 大声斥责四个人 而四个小偷此时也发现了正在车里用手机拍摄的阳线 龙小花说自己是2008年当的售票员 上岗前接受过反爬训练 四名男子殴打他 完全是因为爬械被制止 对他的报复 而逐渐反应过来的乘客 也纷纷拿出手机报警 对于龙小花同爬手做斗争的行为 拍下视频的杨先生十分钦佩 他本来是要去赶往机场的 后来决定放弃赶飞机 全力配合警方作证 他就没有走 他就在现场 警方因为几分钟就到达现场了 警方在30秒的视频中 清晰地看到了四名打人者的衣着 相貌 听到了他们的口音 截取了四个人的截图 根据现场视频资料 警方很快的就将其中的三名嫌疑人抓获 目前警方正在通缉再逃的一名嫌疑人 2011年10月15日 在浙江海宁市的水月亭路口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人被撞到受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时经过现场的一对夫妇 向警方讲述了事发的经过 我们从他身边插库的时候 他这个车子悠悠晃晃的 后面就一张小车车过了 他已经倒下来 是什么样的一辆小车车 红色的 红色的小车车 由于监控看头是刚刚暗上 还没有联网 要想看到录像 最快也要等四五天之后 于是警方决定另辟袭境 根据调取的车辆信息 对红色轿车逐一进行排查 您好 叫谁啊 10月15号下午五点钟 你没有经过下海线 谁也经过 有没有看到一起交通出国 没有 没有是吧 谢谢啊 第二天下午 当川尔民警 排查到第三辆 协议车辆的车主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好 那边 那个 这FFB007那个车子 红色光粉漆 是不是 是的 你这什么名字 徐天悦 徐天悦今年28岁 地道的海宁人 在浙江海宁 皮革城租有一家店铺 经营着球皮生意 一直在忙碌生意的他 这次突然见到民警 找上门来 很是诧异 就是当时现场上有人说 是你这个红颜色的广本失业 跟那个电瓶车发生刮叉之后 然后你去驾车死敌的现场 有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 我当时只是救人的 徐天悦说 那天他确实开车 从水月亭路口经过 也确实目睹了那起交通事故 见到了有人被撞 但是 他是特意停下车 帮助救人的 我说快点 我们快点报120 据徐天悦回忆 在现场 他还碰到了一对 骑着摩托车的夫妇 他们拨打了120 并一直看护了伤员 直到120把人接走 他才驾车离开 出于稳妥考虑 当地交警部门并没有急于对这起交通事故做出最终的认定 而是继续搜寻着有利的证据 10月22日 也就是案发的第八天 警方终于拿到了监控探头里拍摄下来的视频资料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现场的路口 这是游南往北方向 那个摩托车 车上面可以看到有两个人 然后这一辆就是那辆电动自行车 他们两个都是游南往北行驶的 行驶到路口北侧的时候 这是电动自行车跟摩托车 这是那个红色轿车 然后马上要发生碰撞了 好 这时候可以看到 摩托车跟电动自行车已经碰到了 电动自行摔倒 红色轿车此时还在这两个车子的后方相隔一个车道 然后红色轿车靠边 好 它停下来了 靠边的目的也是想下车 下车那看伤的情况应该说 对对对 谎言被戳穿之后 那对驾驶摩托车的夫妇感到无地自容 很是后悔 我真的是对不起她了 其实很要的 她也不要往心里想 我在这里跟她道歉 徐天悦坦诚地接受了那对夫妇的道歉 并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而对于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 徐天悦说她并不后悔 不管是从做人最基本的良心或者责任来说 反正既然我看到了我肯定是会停车去 就是力所能尽自己的力量帮一下他们 更何况只是举手之劳 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做太大的什么事情 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法律在未来针对这样的情况 应该有更为明确的判断的标准 和我们的这个法律上的判断的价值 伴随市场经济发展 法治一定要加强 违法的人 你比如诬陷别 包括我们说诬陷别人的人 要付出代价 而你做好事的人 你去帮助别人的人 要受到保障 那么这个双方必须跟上 但是现在各个地方好像在这一块的做法不太一样 现在对监义随在这种奖励 各个方面 你像北京区域县 或者是民政部门认可的话 他的奖励标准是5000块钱 那么到区域里这个层级可能到1万块钱 这个标准应该说 从奖励的标准来说 我们首先说这个标准不高 这是第一句话 那么另外一句话 就是在监义随和做好事的时候 他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受到伤害的问题 那么现在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认为 如果是在救人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 还是要给他纳到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去 就是纳入一个更好的保障体系当中去 这个在有些地方法院做了这种判决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一旦纳入了工伤保障的这样一个体系 他有了基本的保护了 是的 他的治疗的费用 后续的你比如伤残的这种费用 都比较有保障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 假如不能纳入工伤 这样一个保障 也要让做好事的人 在他的治疗 后续生活方面 我们社会也要给予足够的保障 这个方面 随着现在这种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基金会的发展 我认为各种基金会在这方面 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所以作为每一个社会公民来讲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点 我昨天实际上我听一个朋友 给我讲一个很小的一个事 就是坐地铁 发现一个孕妇 她就站下来了 然后说给那个孕妇让个座 很常见很小的一个事 但是那孕妇露出了非常满足的微笑 她自己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还在为这件事情也感觉到心情很好 给别人带去了快乐 自己也很快乐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样一些小事做起 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和温馁 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中 我们也期待着 每一个人做好人 不用再去有任何的担忧 不用再去有任何的顾虑 每一个人都能踏踏实实的挺起胸膛 去做好事 去帮助别人 因为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社会的尊敬和赞争 我们也祝愿2012年的每一天都是这样 感谢您关注本期金融说法 感谢您教演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的综合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您把订阅加训计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你